現在在幹什麼呢?現在在弄一個東西叫做 三軸陀螺用的穩定器的遙控器 這遙控器我們發生了一個妙用 也就是說它已經不單單是控制三軸雲台了 它還可以直接控安卓手機 iPhone 手機變焦 輪映輪拉對焦還可以拍照錄影 這麼猛呢?我們馬上來試給大家看 首先下載一個軟體叫做 進步Studio 點進去 點進去的同時呢我們可以把這個 打開 打開之後呢 就出現很快的連接了 連接一下 實量代表已經連到了 按一下連線 按一下遙控器 把它拿起來裝上去那裡 放到那個自拍桿 它呢可以在自拍模式下 錄影輪拉也可以在拍前鏡頭的時候 錄影輪拉 好你拿著吧 你抓著放放 那應該這樣講齁 我拿著它來 我拿著它我對著你 好 遙控器在我這邊來 錄影 那曝光怎麼會這樣子呢? 要處理一下 正確曝光要摸一下齁 好 哪個擊敗人把那個按鈕給壓到齁 Auto 它可以全手動也可以Auto 哪裡 EV放在零就對了齁 EV放到零 EV放到零 好來準備RuneRuneR RuneR RuneR RuneIn 好 好 那這用途很多啦 就看你怎麼去用它 再來對 拍照 好 錄影 按兩下錄影 好 錄影之後呢還可以拍照 好 邊錄影邊拍照 它都ok的齁 還可以邊錄影邊拍照 邊錄影邊輪 好手動對焦 請把手伸出來 往往這邊放 好 手動對焦 手動對焦 有沒有看到手動對焦 好 自動對焦 好 按人臉追蹤 按人臉追蹤之後呢 它就會自己拍照 也可以選擇不要自己拍照 也可以手動對焦 好 好 那我們手動對焦用是什麼呢 拍散景 虛化的景 RuneIn RuneOut 好 RuneOut 好 遙控器再拿進來一點點 好 以上呢就是整個操作的過程 就是可以做到這一點 好 就是 拍照 錄影 RuneIn RuneOut 手動對焦 好 好 那麼用在哪裡呢 很多時候都可以用到 但是必須要講一件事 直播的時候不能這樣用 直播沒有辦法連動 好 以上 這是燈光 這是自排桿 那麼左邊這個是遙控器 這是一個三個孔的四分之一支架 可以做的是很多 好 以上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特殊的一個裝備 變焦遙控器 手動對焦遙控器 M4 M4S 三軸穩定器 遙控器 謝謝大家